身为跑步,我们的侧人带和阿斯利侍健,即是我们的脚肘的位置,很多时候都会痛的 我们今次先做这两个示范,我们先请Danny,我们先做了阿斯利侍健的做法 我们先请Shadow和皱卫先,Danny现在做了示范,先拿酒精清洁了手 我当Shadow已经很干净了,完全清洁了,我们就用,如果我们在室外,我们就用一些酒精纸,把它擦干净了,要先撕掉部位 因为时间的关系,我们正说已经准备了一些简单剪好,阿斯利侍健,其实我们只需要一条I型的铁布 一条I型铁布,量度当时在我们的脚肘,量度过了我们的脚肘,上面大约三寸的位置,这个就是适应的长度 这个时候Shadow就要站在一个neutral position,90度角,这里要施贴的位置是90度角 Danny就拿走了背襯子的底部,然后在脚肘的底部落了一个铁布 如果大家记得,我们每一次撕贴都有一个铁布,然后我们加热了 好了,在这个情况下,make sure是90度角,然后Danny现在可以用中度至最大的拉力 看看你当时阿斯利事件的情况严重与否,拉了它上来,过了整个脚肘这个位置,cover了整个位置 然后位置做好了之后,我们就可以加热了 是的,在这个过程里面,特别小心在我们脚肘的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就是轻轻凹的 我们稳柔一点,黏好它之后,我们请Shadow轻轻轻向前面,等那个背向这边 对大家看看,原来黏好之后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这个对于阿斯利事件,受伤过或者跑步的时候 这些位置经常会有,好像扯着扯着,甚至扯着脚会痛 有时痛到脚底,甚至有时痛到小腿的 这个黏法是很简单,一条就已经可以了,而且是非常之有效的 好了,在这里我就想加一句了,就是各位朋友,如果你是预防受伤的 不是你已经痛的,但是你知道你每一次跑步的时候 你去到中部,你就会在中间扯着,会痛的 我建议你两只脚都要贴掉,不要只贴一只脚 否则你一只脚很保护,另一只脚之后就会痛的,好吗? 这个就是阿斯利事件的贴法,很容易 好吗?我们下一个